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近日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正在热播 不少网友表示 如果拍中国版的话 希望陈坤来饰演杜敏郡 对此陈坤并不排斥 只要角色好 自己又喜欢 无所谓是否翻拍 我不是很在意 是不是他曾经演过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角色不同的人演的话 他有不同的创造 如果你真的愿意投入进去的话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刚好调整两年的休息 并且现在出来拍戏其实就是调整了一个心态问题 不是在于他是否火的戏我来演 或者是否是大家更关注的戏我来演 可能对于我个体来讲 是我自己热不热爱这个角色 我才去不去演 因为角色本身会产生无穷的吸引力 让我去绽放 这个是我最关心的 那如果这个戏能够到很多时候 大家很喜欢 我很开心 那如果大家不喜欢 也没有关心 因为我自己享受在这个角色里面 去努力学习 引起下一部也要演得更好的这样一个准备 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另外影片上映当日恰逢情人节 语言消节 被问及当天会怎么过 陈坤透露 自己儿子悠悠的生日正是2月14日 所以自己会为儿子庆生度过节日 因为那个情人节刚好是可以跟家庭节 还有就甜蜜在荧幕上过 在我们的过节南 再加上呢 我自己的 因为我儿子也是2月14号的生日 所以呢 刚好就要陪他过 再加上情人节对于我来讲 今年情人节特别特别就是来自于 我非常热爱的一部电影会上映 那元宵节 元夏节怎么过呢 就吃汤儿呗 那就一起过吧 那就就是这样的 搜狐视频 娱乐报报 美金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 我是大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